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12345678个蛋的最新消息 昨天他在Twist的宿舍附近拍摄了影片后上传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你好Nayan,你应该能看到我现在在你的承担门公寓附近 但是很悲伤的是,你住的公寓的门是使用密码锁住的 所以我还是不能给你信 我一定要给你我的信 我也需要知道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想法 Nayan,你是希望我留在韩国还是回到德国呢? 请明确的回复我 我不喜欢我一个人留在韩国 那你就滚 Nayan,你一定要记住 我真的很爱你,很想你 5天前,警察出现在你住的公寓前面 JVP娱乐给了他们错误的讯息 警察觉得我是会让你害怕的跟踪花 我有向他们解释我是一个好人 江南警察局完全不相信我的话 甚至还威胁了我 那是因为JVP娱乐说谎了 Nayan,希望你能对警察或者在网上说一下 我不是坏人的话,会对我很有帮助 还有,我也会试着将我的礼物跟信件给Nayan 那封信件非常重要 因为它能好好解释整体事情 我告诉过警察 Nayan想要我留多久 我就会留在韩国多久 如果Nayan明确的要我回德国 那么我会立即回德国 Nayan,我需要从你自己那里 听到你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 还有,无论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都会去做 但是我希望你能先收到我的信号 了解一下我的事情 请记住,我是带有好意图的好人 JVP娱乐持续在尝试 让我看起来像个坏人 这整件事情对我来说 非常疲惫且感到压力 JVP娱乐需要停止传播 关于我的虚假消息 我必须多次到警局 也向他们解释我的事情 Nayan,你能向大家解释 我从未对你做任何坏事吗 这会帮助我很多 总之Nayan,请尽可能给我一个交代 请让我知道 我应不应该待在韩国 或你是不是想让我回德国 Nayan,我需要听到 从你自己个人那里明确的回答 我会听你的话 真的希望JVP娱乐能好好处理这件事情 保护奥Nayan 他真的病得不轻 下个休息室 10月15号 因为韩国Pangyo数学中心的火灾 韩国人每天都会使用的国民通信软件 Kakoto全面撕击 导致快七八个小时都不能使用Kato 以及旗下的所有服务 然后现在都到了17号 Kato的功能也是没有完全恢复 而就在这个时候 EXO成员Kai在泡泡的发言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10月16号Kai在泡泡发文 听说昨天Kato死机了 我都不知道死机了呢 嗯,我也是KKK 嗯,我也是朋友告诉我才知道了KK 之前也有感觉到Kai说话真的很好笑 一点都不夸张 真的就好像是我们的朋友一样的感觉 KKK 突然觉得Kai好亲密 Kai好亲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